据悉杨成林从就读华刚一笑时 编合初恋小鬼黄红生疏时 至今已经将近19年 当时两人就互生情愫谈起了恋爱 不过小鬼曾说当时两人都是两小无猜 有始至终都是至于亲亲抱抱 之后都在演艺圈发展的他们不能做情人 但仍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杨成林和李荣浩现在感情稳定 不时公开秀恩爱 甚至有传言两人将走进婚姻殿堂 4月27日王心灵在网上抛出一张聚餐的照片 照片中杨成林和前男友小鬼都在 他还配文昨晚的好时光 不知不觉六小时过去了 好吃好喝好欢聚 杨成林也转发透露三人晚餐 一直吃到凌晨一点 看来三人感情是真的好 话多到说都说不完 不过有了现任男友李荣浩 还一直跟前男友互动频繁 真的好吗 杨成林和小鬼都是全中人 免不了有要派对手续的机会 2011年的台剧最后决定爱上女中 两人在世前缘 不仅引起了青梅竹马 还有一场尺度颇大的吻戏 有网友表示杨成林约会前任六小时 李荣浩真的不介意吗